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 一期吹响了两支球队上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 应该是两大冲击点 看看啊 倒三角的鞋回打门 还有捕捉的机会 出了一个这样哭得漂亮 好像又伤了 对 这些人在这儿堵枪眼的拨啊 闷倒了 这个球的确也打了河北华夏幸福 什么呢 人行不在 防线呢 缺一个人 打到边上之后 马上就能形成人数优势 然后往后去驱赶很大的球权 卡利斯卡 胸部停球 马上冲出来 冲掉了 卡利斯卡 开始在十一分半钟 这球进得有点轻松了 他这个是纯纯的个人能力 就是一个人胸部停球 拿下来拔球区里面 护着球 俩人在后面看着 然后让他转身打了门了 呦 这一座孙师 接一打了 可能是打门的时候 立足腿但是也没站稳 拉北齐好机会 这个球王兄明接球的位置非常好 哎呦 吃了 哎呦 吃了 我这边都给救回来了 这球可 而且也就是自己给救回来了 要不然我说 我觉得说实在的就是这球 你出了一脚这个球 你最后你自己都不好捡 翻过去了 什么 大力爆爆 保利尼奥 所以呢 的确赛前你比如说塔利斯卡也好 保利尼奥也好 为什么老成为我们去介绍的焦点 那这比赛毕竟是这两个人决定的 其他的队友做辅助 这两个人呢在进攻终端 得分的效率的确非常高 这球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球上去之后 弘大在前程防守啊 应该叫厨子保姆斯基 好球 漂亮 这两球打到了边往上 这球有点可惜了啊 所以呢 大家又满怀着希望 甚至满怀着一点点对于 对于 好球 好球 三比零 这球一点问题没有啊 对 虽然是打完门之后 有点一拳一拐 应该有了用伤 这就是塔利斯卡直接 其实他还是拳向了球门 对 你要不动这球直接是能进的 哎 前掌 直接打不上了 哎 这也是拉伟奇弄干出来这种活 就马尔康确实可以调一下 对吧 来了 好球 哎呦 加拉伟奇 冲顶 哎呀 拉伟奇啊 大叔进球了 这就让河北的球迷很开心了 我觉得这也就 算是有个交代 对哈 完美羡慕 不论这个比分打成什么样 最起码就这个拉伟奇 包括马斯尼拉诺来说 带上比赛 这都会意味着 哦 主大半 马尔康确 吹响了 第29轮 中场哨音 对 对 对